在乌尔战争上 现在俄罗斯采取的策略是持续密集的空袭乌克兰的东部 想要复制之前成功的战术 甚至牺牲再多的军机都是在所不惜的 不过同时俄罗斯国内也不太平静 向美国驻俄罗斯的使馆就警告了 说有激进分子想要密谋袭击莫斯科 我与当地的美国人暂时不要参加大型的集位 冲进火场内大吼救人 乌克兰地涅波罗一座百货卖场被烧得面目全非 大火吞噬整座铁皮商场屋顶塌陷焦黑 因为这里是被俄罗斯飞弹直接打中 随着俄罗斯大选逼近 对乌克兰战士的一点微小胜利 都能被放大是普清的阵击 因此俄军加速猛攻 对赫尔松式榴弹炮及空袭攻势轮流来 导致乌克兰死伤不断 老妈妈看住了一辈子的家被炸碎 心也碎了 但是俄罗斯到底有多夸张 甚至还有乌军从民宅中移出了一颗完整的未爆飞弹 俄军自从阿夫迪夫卡大胜之后 还持续在周围的村庄猛攻 乌克兰守军情势不乐观 而俄罗斯近日的乘胜追击 仿佛全部都是要为普清的选情抬教 国营媒体的大内宣更是铺天盖地的造神 普清的硬汉形象再加一 这次居然是开轰炸机 只见普清一脸淡定地坐在飞行员位置上 结束后还比了赞 不仅如此 他还到军校试驾战机的模拟舱形成排满满 这让俄罗斯名嘴捧上天 同时俄罗斯官媒还大肆宣传 欧美军援乌克兰的武器被俄军打趴的画面 当中甚至还包含马斯克的新链零件 而且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有时候最好的宣传不是自卖自夸 而是贬低对手 俄媒就把普清爬上战机 剑步如飞的画面 跟拜登走上空军一号 连摔好几次的瞬间 双框对比还不断播送 普清善于操弄言论 所有对他的打压和反对 都能被包装成来自西方的欺压 更拿乌克兰战争大作文章 像是在日中促世的异议派领袖纳瓦尼 之前俄罗斯官媒只字不提 现在开始各种抹黑 就连纳瓦尼的太太尤利亚 也被挺普清名嘴形容为 利用丈夫名气的黑寡妇 而俄罗斯的反对派则分析 在纳瓦尼逝世之后 也等于宣告普清独裁政权 懒得演了 担心俄罗斯国内从此没有反对派 而乌克兰又因为美国军援迟迟迟不来 只能以退为进 乌克兰证实在前线的部分区域会重组部署 为下一波攻击取得先机 但这恐怕只是以空间换时间 等待军援到来的下下策 而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升级成欧陆大战呢 俄罗斯就警告了 他们其实已经做好准备要发动这样的战争 为了要反制俄罗斯的势力扩张 瑞典宣布他们正式加入北约组织 而北约也举行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来模拟收复被占领的南部地区 在掌声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 终于将加入北约的最终文件 交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周 瑞典过去200年的中立政策就此画下据点 这里代表瑞典得尽快满足北约标准 将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 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的这一天 也是逢拜登发表国情资文演说 他也借这个机会记录历史 瑞典内部从俄乌战争以来态度大翻转 高达64%的人支持加入北约 大部分的人都清楚 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在维持中立 早在正式加入前 瑞典已经先参加北约首次在芬兰举行的军事演习 这场名为北欧响应2024的军演 共有13国2万名士兵参加 模拟北极圈作战环境 他们的假想敌当然是俄罗斯 首次加入的瑞典也开始调整 适应北约的训练模式 北约加强成员国训练同步举行军演的地方 还有波兰 这边的演习又和北欧的场景大不同 而是模拟如何渡和 演练内容多少让人联想到俄乌战场上 可能派上场的重要技能 由于北约一度传出考虑派兵乌克兰 尽管没有得到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已气得牙痒痒 还曾犯话不惜动用核武 然而普京也深知瑞典加入后 波罗地海形同北约内海 未来若想在这里挑战对方 难度只会更高 因为瑞典拥有适应波罗地海环境的尖端潜舰 也能生产施旧战斗机 尽管如此波罗地海国家之一 立陶宛还是不放心 特别警告 俄罗斯长期对抗北约的野心不变 面对瑞典顺利加入北约 还在与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献上祝福 他也期许未来有一天可以轮到瑞典 祝贺乌克兰也成为北约议员 这原本是要给乌克兰的武器 怎么会出现在中东地区呢 以色列军队就发现 哈马斯有不少的像是火箭筒 夜视镜 还有这个突击步枪等等 这些军事装备 有不少都是来自欧洲 质疑这些要原污的武器 是不是遭到盗卖了呢 不过同时美国也被批评 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已经秘密向以色列军售了上百次 等于是暗中推进了这场战争 货物从飞机上直接空头而下 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埃及空军 向加萨走廊运送的第四批人道救援物资 总共53顿食物和医疗用品 同一天美国也在向加萨空头超过3.8万份餐点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在加萨沿岸设置一个临时港口 专门运送作员物资 美国初步计划是从塞浦勒斯转运物资到加萨海岸 新建的漂浮港口 而美军则不会踏上加萨土地 会交由盟友在陆地接受货物 这样每天就能让约400辆卡车 运送物资到加萨走廊 当然这并不是在加萨沿岸的问题 这并不是在加萨沿岸的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因为这并不过一天 如果不是一天 才能够建设置这个港口 然后进行转移 所以在之后 美国总继续游动 相比成本高又无法控制分配的空头方式 从陆路送物资救援效率比较高 CNN报道 美国也正施压以色列 多开放一处过境点 让物资直达北加萨 但当局还是以各种理由拦截车队 以色列重申 这都是为了避免哈马斯打劫物资 CNN记者指出这代表只要牵扯到哈马斯 以色列就连最大盟友 美国的面子也不会给 现在欧盟也打算效法美国建立海上走廊 提供救援物资 因为加萨有四分之一人离饥荒只差一步 已经至少二十人营养不良脱水而死 一位十五岁少年就因此结束短暂性命 没有得到物资的加萨人只能去翻垃圾桶 有加萨妇女说 他们的小孩战前天天都有鸡蛋吃 现在连面粉水和炒菜的油都没有 医院里还有更多汗死神拔河的小宝贝 战争没有停止迹象 在谈判没有公式情况下 哈马斯代表团已经离开埃及 消息人士悲观认为下周一拽戒月前 已经不太可能达成协议 以色列批评哈马斯迟迟不给人质名单 所以不愿出席最后谈判 而哈马斯虽然让步从最初说的一停火 以色列全军就撤离加萨 改成可以分阶段进行 但以色列仍然拒绝 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指出 剩下的134位人质有33人命在旦夕 让还在苦苦等亲友回来的家属 心如刀割 人质家属周四也再度前往 以色列国防部门口陈勤 要求政府别再拖下去 尽快达成协议 让他们的亲友早日回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